你快点 大爷 又钓鱼啊 谢谢大爷 对了 那份资料很有用 谢谢你 谈到什么了吗 我哥的车祸 很有可能不是个意外 怎么说 这张师傅的试检报告显示 他的酒精含量不低 但是也还没有达到 神志不强的程度 一个酒精过敏的老司机 突然间酒驾 这太蹊跷了 还有刷车片老化的问题 一个专业负责的车队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 除非 有人故意把老化的刷车片 安放在那辆车上 对了 杨老板 我还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案发当天酒店的录影啊 就是那一次 你扮成外卖小哥 想要偷那份视频 偷 不是偷 我当时只想拷贝一份啊 你不会那天就发现是我了吧 那你还耍了这么久 这么看来 你系路还挺宽的 既可以女扮男装 还可以扮外卖小哥 不错 我错了 你就别挤对我了 我打电话去 你怎么办 我找我 你能招借这个 你找我 你找我 换我 你找我 包装我 ¿你找我 怎么啦 我不走了 打死都不能再走了 这天没亮就把我耗出来 看日出 你说说 哪儿呢 哪儿有日出 走吧 就几步路了 真的 就几步啊 不能超过各位数 绝对不超过各位数 来 您给我数数啊 多少步了都 您数学体育老师教的吧 其实 从这个角度看风景 还蛮不错的 这是细啊 大哥 细啊 你不看现在几点了都 笨死 原来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 让你看你还真看 妈 我想回家 要不 我们就把看日出 改成看日落吧 好啊 你慢慢看 我先走了 还有任务没完成吗 你有什么任务 你自个儿不能干吗你 这个任务没有你完成不了 好啊 有什么任务 咱们一块儿完成 走快走吧 又爬呀 这回到了吧 有什么任务赶紧办 好啊 曲曼 我喜欢你 是我的女朋友吧 从第一天你打碎我的马桶起 我的CPU就开始为你施肠 你呢 打碎我的豆腐脑 我呢 打碎你的马桶 你好 我叫曲曼 你就像病毒一样 我却没有办法 把你给阻解 我呢 是作家 专业的 不认识 不认识 好 你就把我比作病毒吗 不是 我是在跟你告白 我是认真的 那你说 有多喜欢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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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引起在我心里 我说的过去 过不去 陪伴我 每一个呼吸 咱俩再来一几杯吧 老板 来个半包一碟 一口温啊 再加十块 就这样你别吃 放心 这里没人认识你 哦 这里的环境虽然不太好 但这里的东西保证好吃 咱俩再来一口温啊 再加十块 就这样你别吃 放心 这里没人认识你 哦 这里的环境虽然不太好 但这里的东西保证好吃 再来一口温啊 那个 你是不是有洁癖啊 没有洁癖 就可以用这样的筷子吗 其实啊 不甘不净 吃了没病 这样呢 有助于体内的菌圈平衡 我爱你 我爱你 您好 您的菜 放这儿 放这儿 肉串 先放这儿 这个 特别好吃 快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就一般吧 就一般吧 你觉得一般就好 平时你就吃这些啊 什么叫就吃这些啊 这可是我好几天的生活费 我现在没有正经工作 也没有收入来源 只能犯天情一重了哈 这次就算了 但下一次可不能这么应付 还有下 下次啊 嗯 拿去跟洗 一五一一碗 你去哪儿呀 大排档 大排档 能让杨总屈尊去大排档的 谁啊 唐觅 唐觅在《命运者》的项目里面 他酬劳是多少 嗯 他的价钱价得很低 因为他是新人 也流量 也没热度 所以给他报价 不管多少 给他翻倍 什么 从我的片酬里面降 你 你 你降片酬 我 为什么 为了 让我少吃几次打排档 什么 我 不懂 你不需要懂 那个 嗯 你说发布会当天的监控视频